黑狐少女 黑狐却觉得他多管闲事 刚刚狩猎完的男人在山泉中清洗身体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阵野兽的嚎叫 石浩猛地转身望去 一道人影正被许多野兽追击 石浩大声喊道 有危险 性命攸关之际 他来不及多想 抽出匕首 一个月起 直接将这追赶的野兽原地毙命 处理完成群的野兽 石浩担忧地回头询问户在身后之人 你怎么样 可有受伤 黑发女子面色愤怒 他指着石浩大骂他多管闲事 石浩愣了愣 抬眼望去 少女有着一双红色的眼睛 你不是人类 是妖物 少女冷哼一声 刚才那些是我的猎物 看你的样子 竟然不认得我 他拍胸自豪地自我介绍 我是 然而话说到一半却又戛然而止 算了 对这只不安事事的白狐狸来说 不知道更好 黑狐少女干脆地转身离去 只留下一句 以后别再插手别人的事 刷的一声 便不见了人影 石浩愣愣望向远处 难道这就是之前在集市上 对小姐动手的黑狐独吗 他们最近似乎对民间跃跃欲试 石浩神色担忧 这样下去的话会出事的